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解HTTP协议概念和组成部分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本节课讲的一个字典 本节课字典大概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讲解HTTP协议的概念 第二部分讲解HTTP请求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个请求组成部分大概分为了四个部分 分别是请求行 请求头 控行 请求体 除了这个请求之外 它还有响应 那么响应这个数据包 它也包括了四个部分 分别是状态行 响应头 以及控行 还有我们的消息体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字典 那么首先我们先打开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上节课我们说的这个HTTP协议它是一种应用程协议 那么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协议 我们今天来解释一下 HTTP是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它证明一组英文单词的缩写 它中文翻译是超文本传输协议 这种协议一般是用于3w服务器 传输超文本到本地留言区的一个应用程的协议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流量器 比如说我说的mites学院那个首页 域名地词3w.mites edu.com 我一回说 哦 这种流量 它就是基于什么呢 就是基于http协议的 啊 这种协议它是通常是存在于什么呢 tcp之上的 也就是说 这个http啊 它底层是采用tcp来传输的 而不是采用其他的udp啊或者其他什么方式传输 而并且该协议是一种基于请求和响应模式的无状态协议 由这个万维网协议和这个internet的小组 在1990年制定了第一个版本 目前最新的版本是1.1的版本 好 那么这句话里面涵盖的信息呢 相信说比较大 挨个来分析一下 首先呢 理解一下这个请求响应模式 还有这个无状态的那个概念 刚才我们在这个浏览器里面输入这个3w.mites.edu.com 这么一串支付创达过后 后台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边是我们的谷歌浏览器 这边是我们的mites.edu.com 这边是我们的mites.edu.com 当我在谷歌浏览器的地址栏里面输入一串这个支付创 htp 号双权杆3w.mites.edu.com 我输入这串支付创 我一下回车 那么我的这个流浪器会干什么呢 他首先会找英特尔网上的mites.edu.com 然后跟他进行连接 首先他会发生一个那个请求过去 你要跟麦词员建立连接 这是第一步啊 建立连接 建立好连接过后 我这标注一下 建立连接 他会马上发一个数据包过来 发到麦词员这里来 这个发送数据包这个过程我们叫做客户端的一个请求 我们用英文单词request来命名他 客户端的一个请求 这个请求数据包到这个服务器这边的过后 那么这个麦词员的主席啊 他就是什么呢做出一个想做出一个处理 处理完了过后他又把数据 可以响应到我们这个服务器端或者就返回到我们这边吧 返回到客户端这边 好这个过程我们叫什么呢叫做响应 叫response 好 然后再断开连接 再给我们这个扣端 断开连接 啊大概他分了这么四个步骤啊 我把它标准一下 一 二 也就是说我们敲一下回车 在这里面输出一串吃不串敲一下回车 他大概后台会发生这么这么四个过程 这里说的他说的这个HTTP协议 它是一种基于请求响应模式的啊 那么这里就不难理解了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一一发送数据 那么他肯定有请求有响应 而并且这个请求和响应之前啊 或者之后他会建立连接 并且断开连接 他会发生这么四件事情 而这个无状态怎么能理解他呢 无状态其实就是说 我们这个麦词员的主席啊 他其实是不知道这个用户端这个 就这边一个状态的 而不知道是谁来访问的我的 不知道这个用户端到底是 第几次访问我的 也不知道是谁建立这个连接 所以说他这个无状态是呢 是指这个服务器啊 他不知道靠户端他的状态啊 所以说是一种无状态连接 他只要连接好了过后 得到数据过后 他马上会断掉连接 第二次在访问的时候 他指这个服务器啊 他只知道有人来访问 但他不知道是谁啊 这就是基于无状态的连接 然后这里面啊 他有1.0和1.1的版本之分 那么这两个版本有什么区别呢 这里我们先说一下1.0的版本 1.0的版本它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每次请求 他都会建立连接 断卡连接啊 只要请求完响应完 他就会断卡连接 那么我们想一下 这么连接员这么一个手续 他一个这么多数据啊 有图片啊 有这个CSS样式 有这个JS代码 这么一个网页里面啊 他包含东西很多 他不可能在一次请求里面 把所有的数据都包含了整个网页里面 他不可能这样实现 那么这些文件啊 我们都需要单独请求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这个F2 看一下另外7啊 我在这里刷新一下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请求的其实只有这么一个 啊3w.mice.com mice.com mice.com 这么一个网址 他后面还发生了很多次请求 看到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采用1.0版本的话 我们请求这个首页 他要建立一次连接 然后请求数据 响应数据 然后断卡连接 那么我们请求下面的CSS 比如说我们这里找个CSS 啊就这里 随便找个CSS 那么他要建立连接 发动请求 响应数据 断卡连接 要经历这么一个步骤 这么多东西 在在这么一次访问里面 要建立N多次连接 断开N多次 肯定会降低 这个访问效率 而这个1.1版本里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 他怎么实现呢 啊我规定一个这个 你这个断开连接的时间 比如说5秒钟 在这5秒钟之内啊 你建立好连接 你只要有新的请求过来 我都不断开连接啊 我都直接给你想应过去啊 我不断开 只要你超过5秒啊 我这里我这里 就给你断开连接 你下次请求 你就必须要重新接连接 这样就 提高了我们这个访问效率 怎么说呢 因为 因为我们第一次访问这个 麦实验手艺的时候 他建立连接 接着在后面 我们马上会请求很多次 这个数据啊 发送很多次请求 所以这个发送请求的速度是很快的 很快的 他在5秒之内 决定能完成这么说 这么多次请求 那么当我把最后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啊 是个图片文件 请求翻译过后 我们就再也发请求过去 这个时候等到5秒 超过5秒这个麦实验的服务器啊 他的这个在5秒之外的这个时间了 已经没有新的请求过来 他就会把这个链接断开掉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请求 呃这个麦实验的首页 他发送这么做这么多次 另外的请求 那么他其实只需要什么呢 建立一次连接 断开一次连接就实现了啊 这样就实现了一个这个 因为访问 这样肯定会提高我们这个访问效率 这就是1.0和1.0的区别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呃第二点啊 这个url 这个什么叫url呢 刚才我们在地址栏里面说了一串字不串 这么一串字不串 这一串字不串 他不是乱说的 他是有一定格式的 这一串字不串 我们把它叫什么呢 叫做url 统一资源定位服 这个什么叫统一资源定位服啊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网 网络上的那个所有资源 我们要找到他的话 我们必须给他一个唯一的路径 这唯一的路径 我们就可以把它叫什么呢 统一资源定位服 就是跟他命名称 这个字不串啊 他是一串字不串 这一串字不串 他不是乱写 他还真是这么一个格式来写的 他格式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是协议 这协议可以是http htps ftp等等一系列啊 然后后面是 冒号双写杠 这是固定的格式 这个造写 那么在后面这个主机名或者是主机域名或者是主机IP 这个主机域名和主机IP有什么区别 待会我们来解释一下 然后还有什么呢 端口号 还有这个资源的路径 这么一串啊就可以组成什么呢 组成我们这个UIL了 就是我们统一资源定位服了 就能找到唯一的资源了 比如说我们这里输入这个 我们的协议什么呢 http 我们这个主机域名什么呢 3w.mit.edu.com 那么我们请求资源是他的首页 所以说我们这里没输 他也可以直接访问到 我再说一下这个 域名跟这个IP地址的一个概念啊 这个什么叫域名呢 域名他就是 就是我们互联网上某一个主机的一个名称 其实可以这样理解 某一个主机的一个名称 我们以前不是说这个 两台电脑联系 他必须要通过IP地址吗 为什么这个域名可以呢 其实这个域名他是不能实现的 那他怎么能访问到呢 我们说一下 在我们这个浏览器发送这个 这个字幕串啊 我输入完这个在地址里面 输入完这个字幕串 我一敲回车的时候 他会在互联网上找这个域名所对应的 IP地址 那么这个域名所对应的IP地址 谁来告诉他呢 是通过一种叫做 域名解析器的这么一个东西来实现 叫做DNS 域名解析系统 这个东西啊 他首先把这个域名发到这里来 找 告诉他 问他这个3w.mites.edu.com 这个域名对你的IP是多少 啊 那么这个域名解析系统就会把这个 请求啊 再往下一次发 再往下个地方发 他会他这里面可能会记录了一下这个 当前这个域名的一个IP啊 那么他就会找这个IP所对应的 那个地址 比如说我们这里演示一下 我们找一下百度这个对应的IP 啊 我们输入cmd 我输入p 我输入p 3w.mites.edu.com 这是他的域名啊 这是百度的域名.com 我一回车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里面他有一个 1809733108 这么一个IP地址 那么这个IP地址 其实啊 我们在这里输入 http 冒号 180 啊 97 啊 注意点啊 点 然后后面是 33108 33.108 33.108 输入这串的过后我一回车 啊 你看了没有 啊 我们这个流乱器啊 他其实是访问的百度手艺了 啊 我们以前是输了3w.com 而现在我们输的是 这么一串那个IP地址 啊 他也能访问 也就是说啊 我们这个域名啊 其实跟IP地址是他一一对应起来的 那么这里 我们很明显体会到 这个输入IP地址和这个域名 他一个差别就是 IP地址他不方便我们人类记忆 他是一串 数字 不代表任何意义的一个数字 而我们这个域名啊 你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麦子圆的域名 他3w.com 中间是麦子edu 那么一看就是 方便我们人类记忆 他比较 比较形象啊 比较好理解 好记忆 所以说啊 我们一般网站啊 我们输的时候都输入域名 而不是输到IP地址 当这个订言时啊 解析了这个域名过后 他对应的IP地址 那么他对应的IP地址 就会找这个 英特朗上对应的主题 比如说我们这个麦子圆的主题啊 找到他的他的一个主题 这样就实现了一个 呃 请求访问了 实现一个请求访问 建立了连接 实现请求访问了 那这是IP地址和域名的一个区别啊 然后面是什么呢 这个端口号 这个端口号 为什么刚才我们没输 他也实现了呢 因为啊 我们这个HTTP写议啊 他默认的端口号是多少呢 是80 默认的端口号是80 这个80端口啊 你可以写可以不写 可以写可以不写 记住啊 你如果不写的话 只要这边服务器启动的时候 采用80端口 那么他自动会找这个服务器上面 对应的80端口 对应那个程序来解决 来处理我们的请求 所以说你这里可以写 可以写啊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什么呢 资源路径 当然这个资源路径就必须在什么呢 在服务器上面的一个资源路径呢 这个就在我们后面讲到一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mite员 他手业假设是什么呢 假设是一个 嗯 index.htm 这么一个手业啊 假设是这个手业啊 那么他资源路径 全路径应该这样写 我们才能访问到对应的手业 呃 这个在我们后面做更深热的练习的时候 我们会讲到这个 而现在我们只需要知道 这一串东西它代表的是个什么意思 它基本的组成格式是什么样的 啊 这样就够了 这就是我们的URL 嗯 同意资源订阅符 第三部分我们来讲解一下那个请求数据包 它包括哪些东西 它包括四个部分啊 请求行 请求头 啊 控行 请求体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部分请求行 啊 首先我先说一下这个 获取这个数据包里面的信息怎么获取 啊我这里 我这里装了一个firefox的浏览器 就是火候浏览器 在这个火候浏览器里面 我装了一个插件 叫做什么呢 httpfox这个插件 然后我点开它 啊这插件它为什么呢 它会截取我们这个每次请求发送过去的数据包 那么这里我先刷新一下那个麦此源的首页 我打开这个 插件啊 你看它不断的发请求不断截取这个数据包啊 那么看一下我们发送这个 截取这个数据包啊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域名地址 这个这个UIL 所对应的数据包 啊这里 它有一个请求头 后面对了它值 啊这个请求头里面 它第一行啊 是这个请求行 那么正式对应我们是呢 对应我们这里这个东西 这里这个东西啊 它里面这样规定的 而第一个是请求的方式 然后空格 协干空格 然后后面是请求那个http协议的版本 那么这个请求方式里面啊 它又包含了什么呢 包含了这么这么一系列 什么put delete post get head trace connect position option 这么多请求方式里面啊 其实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get post 这两种 在实际开发中用的也是这两种 那么我这里说一下这两种的区别 get的请求啊 啊 刚才我们这里 看一下啊 这里这个是get的请求 但是我们并没有指定为get 他为什么就采用get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浏览器地址栏里面 输入一个地址 比如说我输入3w 点mites edu 点抗 我一下回车 啊 这里啊 它其实默认就采用什么呢 就采用get的方式发送数据的 默认采用get的方式发送数据 而我们这个post的请求在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这个在我们提交表单的时候 提交表单的时候啊 它可以采用post 当然我们这个需要指定 当然也可以采用get 那么这两种还有一个区别就是 get的方式如果在提交表单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提交上去的数据放到uil后面 比如说像这样啊 它用文化来分割这个 请求路径和那个提交的数据啊 比如说我这里有个用户名小名 如果有两个数据的话 我要nf把它分开 就是这个 这个键盘上 7对应的那个上面那个符号 比如说还pwd等于这个1234 如果我们提交表单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数据放到这个 请求uil后面来提交上去 但是我们如果采用这个 post的请求的话 他会把这个请求这个数据放到这个 我们刚才说的第四部分啊 请求体里面发送数据 也就是说这次用户就看不到 然后这是这个请求方式 那么除了请求方式之外啊 他有一个这个 请求 抱头或者请求头啊 这个里面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 在fireprox这个 插件里面啊 它上面有一系列这个 请求头 这系列代表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啊 我们这个请求发生到服务器上面 这个浏览器 会把这个浏览器 它自己本身的一些信息带过去 每次请求它都会带一些信息过去啊 带掉一些哪些信息呢 我们看一下 host 就是我们对应的主机 主机域名 而这个user agent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我们这个 使用的操作系统 以及这个使用的浏览器 以及它内核啊 这么一些信息带过去 accept 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浏览器能处理的一些文本类型 这里有什么html 还有这个 xml 等等一系列 然而这个accept language 是代表什么呢 我们这个浏览器 它能够处理的自然语言 比如说这里一个中文啊 这里有英文啊 这些东西 还有一个accept encoding 代表它的编码 cookie 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要向浮览器提交的一段数据 当然这个cookie 我们在后面也会讲解 connection 代表什么呢 要保持连接 就是不是说我请求完了过后 马上断卡连接 保持连接 那么这就是我们请求头里面啊 当这请求头里面 它不同的请求 它是不一样的 除了请求头过后 就是一个空行 这个空行的作用是干什么呢 它是要分隔 我们这个请求头 跟我们这个消息体的一个分隔符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请求体啊 它其实是用来干什么呢 一个浏览器啊 像那个服务器发生数据的过后 来存储一些数据 它就放到请求体里面 它会把这些数据放到这个请求体里面 这是我们这个请求的数据包 它的一个内容啊 那么除了这个请求数据包啊 第四部分我们讲这个响应数据包 它其实也是分四部分 这四个部分分别是状态行 响应头 空行 消息体 对于这么一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我们也挨个来解释一下 实际第一个 状态行里面 它这个不用多说 看就是 我们这个麦词学员是采用1.1这个版本的HTP协议 而这里有200 这个200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是个状态码 后面还有一个OK 这个OK是对应什么呢 对应这个状态码说对应的文本描述 这个状态码 这里我要说一下 它是用于描述我们当前这个用户访问这个阶段 它处的一种状态 它这里由三位这个数字组成的一个数字码 这个三位数字组成的时候 它有五种可能的取值 分别是12345这样开头的一个数字 这个1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这个访问还在继续处理 你接受了请求还在继续处理 这个2开头的这个数字代表成功 表示这个请求已经接受并且响应了 3开头的这个数字代表重立像 就是重新定向了另外的服务器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 如果我访问这个麦词学员的一个支援 这个麦词学员的服务器派的资源 在我这里找不到 但是它知道在另外一个服务器上面找得到 那么它就会发送一个数据包过来 告诉流量器 你在别的服务器上面去请求 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叫做重新定向 这个在后面我们也会解释的 那么第四个 它是对应什么呢 扣端的一个错误 这个是扣端错误 比如说我这里 我在麦词学员后面输一个斜杆 学员乱输一个.htm 回车 那么它这里弹出了一个这个页面 当然这是麦词学员 这里订了一个访问出错的一个页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流量器里面 这里 404 代表什么呢 它是四开头的吧 代表我们这个用户输入的一个地址 它不存在 在服务器上找不到这个资源 而四开头的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扣端错误 就是你可能你输错了 而五开头的一个数字代表服务系统的一个错误 比如说 这个服务器哪里代码输错了 或者是哪里发生故障了 那么它会以五开头的 这个在后面我们也会用代码演示 这是状态码 那么常见的状态码哪些呢 比如说这里我取了几个 200代表成功的接车处理 并且响应了 而302代表重灵项 404代表资源不存在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效果 而500代表服务器端出错了 这些状态码我们常用的我们要接下来 这个 响应它也有响应头 这个响应头其实跟我们这个 情形头它对应起来的 你看它也是前面一个名称 后面一个词前面一个名称后面一个词 这个响应头里面它又包括哪些信息来 第一个DATE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产生这个响应头所对应的时间 SAVER代表什么呢 当然这个这些响应头 它可以用户就是 到时候我们写代码可以定义的 SAVER代表是这个 麦出源的服务器 采用的是 ARMACHI这个 这么一个服务器 而且是基于这个Linux操作系统的 Ubuntu这个操作系统 这个编码 采用什么呢 GDIB 它跟我们的服务器对应起来的 而ContentLinux代表什么呢 它这次响应过来的数据 这个大小 这也是11114字节 而CAPLive 它超时的时间是5秒钟 最大不超过100秒 Collection它也是保持长连接 ContentType 代表本次响应过来的一个文件类型 还有这个文件的编码 然后它这里有空行 也有消息体 当然空行也是用于什么 用于分割这个 响应头和这个消息体 它也是取得一个分割作用 分割服的作用 好 那么这个消息体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把我本次响应过来的数据 放到这个消息体里面 给我发过来 那么这个在哪里看得到呢 我们看一下这里 这里一个 这个插件我打开 这里一个Content内容 比如说这里我想一个这个HT 我随便点一个 这里还没有 找一个这个 TextSS 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 在本次响应里面 它给我响应过来的一个文件 内容啊很多 好这就是我们这个 请求和响应的数据 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今天歌诚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